好,声音在哪 在外面 打算开声音了 开麦了 OK,能听到吗 好,各位网上的线上的不知道哪里的朋友也好 同学也好,老师也好 我高祥 很开心跟大家今天晚上 像一个很奇怪的 对着直算机来说一堆自说作话的事情 这Monopoly 大家知道我们公司实际上是做小鼠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喜欢小鼠 今天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奇葩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用大家为什么爱小鼠这个题目跟大家聊聊也比较有意思 这样吧,我就开始说 我是原来南京大学毕业 然后就开始跑到美国去 不小心就跟小鼠就接上关系了 然后就做了大概现在有多少年 30多年的小鼠的研究 那么也是去了很多地方 其中呢也去了号称是全球这个做小鼠做的最好的地方 Jackson实验室 那么这个 学了一些所谓经典的这种小鼠遗传学的东西 也做了一些这个小鼠的基因编辑的东西 那么我想这样吧 先说说大家为什么这个喜欢小鼠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其实就是米老鼠了 那米老鼠呢 他的长相其实是蛮可爱的 大家如果看到 那为什么长相可爱呢 我其实读过一本书 就说小鼠的这个脸啊 如果他正面对着你看的时候就特别像一个小孩子 因为他眼睛特别亮 特别傻乎乎的盯着你 让你觉得很难过 那么你可以看这个小朋友的照片 这个还有这个小鼠实际上是比较相像的一件事情 那么娃娃连带大家都喜欢 除此之外呢 其实小鼠呢 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可以说是几百万年 或者甚至几千万年 第一年里面 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生命都算上的话呢 其实一直跟着咱们在走 大家知道人类是从这个非洲起源 至少目前大多数的证据还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小鼠呢实际上也是从非洲起源 那小鼠呢 而且呢不仅是从非洲起源呢 他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特征 那这个特征呢 就是他的名字其实非常相信 相近 那么在拉丁文里面呢 他名字叫Muse 不是那个文艺女生 但是很相像 在希腊文里面呢 也是叫Mys 不知道怎么读 在梵文里面呢 他叫Mush Muchness 但是呢 所有这些文字呢 都跟我们中文的这个诗经里面 是想的一样所谓叫硕硕硕硕硕 不是我硕 其实他们就是个小偷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鼠 我们实验室的小鼠 实际上都是小家属 他的这个从学术上的定位都是小家属 小家属的意思 就是他们一直跟我们长在一起 在我们的家里面 所以呢 这个为什么在小鼠很多的一些 免疫学 或者在这个饮食上面 营养代谢上面跟人比较接近 可能甚至是比这些野生动物 甚至在某些方面 可能比猴子还比跟人更接近的话 原因就是这个 他已经跟着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年月 那么如果这么算起来的话呢 用小鼠和其他的几个这个 我们常用的这个所谓的模式动物啦 比如说这个献虫啊 这个果蝇啊 这个Xenopus 这个非洲爪蛙呀 那么小鼠跟我们是最接近的 小鼠大概是在这个5000万年以前 开始跟我们分开来 那么我们小鼠 现在的小鼠呢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种 然后还有很多四个亚种 大家可以在这个右上角的这个 那能不能看到在这 那这个能不能 我这个鼠标比较大 你们能看到 这边呢是四个这个亚种 那么这个这个 这个叫这个Mas Domestics 这个是现在我们实验室这个小鼠里面 大多数的这个遗传这个 这个都是来自于这个Mas Domestics 还有呢就是Mas Musculus Mas Castanious 那么这四个亚种呢是现在大家这个公认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都是都是都属于小鼠 都是这个小家属 那么为什么可以用小鼠来研究这个疾病模型呢 就是因为小鼠的基因组跟我们的人是非常非常像样 相信这个相相类似的 打一个比方来说哈 那么在我们这个右面 这个这张图的这个幻灯篇的右面呢 是我们大概人有22对染色体 再加上这个性染色体 所以我们把这些染色体 用一把特别快的刀 把它帮帮帮帮切 切成大概是200个碎片的话 我们就可以重新拼成一个 比较完整的小鼠的染色体 那么小鼠的染色体 有19条再加上性染色体 所以我们可以说 小鼠的基因99%以上 99.9%以上 都可以在人的基因组里边 找到所谓它的同源基因 换句话说这个基因的序列 以及基因的功能 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而且大于95%的基因组 它是大块大块的 就是像是它的排列的 这个不同基因 它之间的这种排列的前后顺序 甚至我们可以讲 某种调控方式 也是非常详尽的 所以我们把这种方式 称之为Synthetic 正因为这些相似 所以说小鼠它的这个功能 基因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来模拟 或者是这个跟人的非常一样 非常保守 当然是研究小鼠 就可以研究人的疾病 那么对我们生物学家来讲 其实所有的事情 就是一个遗传权 所以这特别是对我来说 可能有的其他的生物学家 不一定赞同 因为我们认为呢 这是小鼠的这个 不管是小鼠也吧 这个人也吧 所有生物 它的都是进化的来的 它的进化的这个逻辑 就是它这个里面 不同基因的关系 这个基因的功能 实际上都是锁死在 这个基因组的序列里面 换句话说 基因组的序列 是反映了这么 多少亿年以来 它整个的进化的 这样的一些 特定的这些一些功能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认为呢 疾病的发生的原因呢 它涉及了多个器官的协同 为什么这样讲 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一个疾病 其实不是单从的 就是从基因组能够看出来的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不知道 整个过去的进化过程 是怎么形成 在发生了很多东西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它有一个进化的逻辑 进化的 产生的这样一些后果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个进化的过程 很多进化的细节不知道 所以呢 它的这些功能 我们实际上是无法 从基因组上直接读出来 所以想要知道 一个基因的功能 我们必须要放在 一个整体的动物里面去 然后把所有的器官 考虑在一块 来进行这个 整体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比较有意思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是环境因素 这个实际上呢 它是这个 这个对身体的这种影响 少漏了几个 环境因素 对我们这个个体的影响 其实是依赖于 个体的基因组的 就是依赖于你的基因 也是这个遗产学的东西 对吧 也是一来一句 所以说可能同样的 比如说这个肝炎病毒来了 对吧 可以有声音吗 所以说这个环境的 比如说它一个病毒来 肝炎病毒来 能不能感染一个个体 很大的程度上呢 是取决于这个个体 它是不是易感 这易感不易感呢 很大程度上呢 就是又决定于它的基因组 所以它有没有这样的 一个易感基因 对吧 所以说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新冠 如果说我们正好 这个 这个 这个身体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新冠的 这个S蛋白 它受体度 发生突变的话 可能 就是这个 这个人就不会敏感 他会甚至是不感染这个病毒 所以我们可以说 环境因素发生作用 它是非常依赖于 还是依赖于它的基因 所以我们有一个话 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 原来普林斯顿大学的 这个校长 他叫Sherry Tickman 他也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 这个小楚遗产学家 他就说小楚呢 是这个研究 这个基因功能的 一个所谓的叫 Rocidal stone 那么Rocidal stone呢 就是这么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上呢 刻了不同的 这个文字 就是借助 这个不同的文字 那么借助这个石头呢 我们实际上破解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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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很多的 不同的文化的东西 所以我们借助于小楚呢 可以来破解 我们人类的基因的功能 可是虽然是这么讲了哈 这个看来小楚和人 好像是都很相像 但实际上呢 我们每个人 或者叫每个小楚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边 我放两张照片 那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小楚的照片 对吧 一个是转基因小楚的照片 一个呢 这个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人的照片 那么这个 矮的这个人呢 实际上是一个篮球队的 据说是 他是篮球队的一个 一个owner 对吧 他是拥有这个篮球队 那么这个 高的这个人呢 是当然 显然是打篮球的 所以有的时候 叫一个 是不再升高的吧 可能个子高 也不见得有用 但是你不说 哪个人真的是 不正常的 哪个人是异常 哪个人是病态的 其实很难讲 所以我们其实 在很大程度上面 这个 对这个 我们讲疾病啊 或者是 这个 所谓这个 残缺 其实是 定义上 可能是有 非常非常小心的 不小心的 就可能得罪 其他人了 所以每个人和 每个小处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糟糕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 在研究 这个 这个科学研究的时候 如果所有东西 都不一样 我们拿了这个动物 来的研究 都不一样的话呢 所以我们的结果 可能就很难一致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科学家呢 在非常早 就是这个上次期初的时候呢 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努力 希望做成一些 所谓叫做 损细 或者叫 净绞绞 我们在英文里面 叫 Inbridge Stream 最早这个 做这个工作的 这个 这个科学家 是一个 Harvard的 这个教授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PPT上面的 右上角 这个叫 William Castle 那么他呢 雇了这么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呢 当然就是他老 一个照片 叫 叫 C.C.Litter 这个学生 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就是拿了 这个小处以后 让他们互相交配 而且用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交配呢 用这种兄妹交配的方式 就是一代小鼠生下来 让他们兄妹交配 一代小鼠生下来 再继续再让他们兄妹 不断地用兄妹交配的方式呢 就会让他的这个 因为我们有两条染色体嘛 就让这两条染色体上 不同的这个位点上 就变成一致性起来 就变得一样 就我们变损了 对吧 我们人类其实也做过 这样的努力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英国的皇家 就干了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英国的皇家 实际上是比较愚蠢 你得了很多很多奇怪的病 对吧 其实就是这个进行繁殖以后 导致着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在小鼠上面呢 我们如果通过 二十代以上的进行繁殖呢 繁殖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 基本上让他的基因组 都这个 完全一样 或者非常接近 至少就是在 95%左右的 这样一个纯度 然后继续在进行繁殖 还可以得到更高的纯度 当然是 所以大概在1909年的时候呢 由CCLiter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 兄妹交变的方式呢 就得到了世界上的第一个 我们所谓纯的 纯遗传背景的品系 我们把它称之为 这个DBA 或者叫 Dilute Brown Non-Guddy这个基因 这个小鼠 那么这个小鼠呢 到现在还在 被我们用着 我们也一般的人呢 认为呢 这个小鼠的诞生呢 就让我们做 遗传研究的时候 做疾病研究的时候 可以在一个非常 标准的动物上去做 我们把它称之为 这个是这个 现代 这个试验小鼠的 一个诞生 CCLiter呢 还做了 其他的一些 小鼠的品系 包括这个 我们常常用的 这个大概 可能全球 小鼠一长期的研究的话 大概90%以上 都用了这么一个品系 就是C57 Black 那么这个 黑颜色 这个小鼠品系 这是一个灰颜色 所以他们可以 在这个 到现在还在用的 那么有了这些 小鼠品系呢 我们所有的试验 都可以 可以有比较了 用这个小鼠做试验 不管你是在中国做 还是在美国做 还是非洲做 还是欧洲做 我们只要用 同样的方法 理论上来说 就相当于 在同样的小鼠上 做一样 所以这个 这个点 如果我们说双胞胎 就是铜卵双胞胎 三胞胎 四胞胎 我们可以说是 铜卵的这个 几百万胎 或者是 更多的这个胚胎 对吧 都是双胞胎 所以这个是 这个近角系 所以让每只小鼠 又都变得一样了 那么这个科学家呢 最后呢 C.C.Litter呢 创建了这个 美国的这个 Jackson实验室 也是目前为止 大家认为是 可能做这个小鼠 研究所 做的最好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实验室 这个是当时 1948年的时候 这个一个卡通篇 卡通呢 这个卡通 卡通呢 这个卡通呢 就是说这个 当时这些科学家们 对这个小鼠有多么的这个 这个关注 对不对 他们做研发现了一只小鼠 这个小鼠比较奇葩 看到女孩子来 他就哇哇哇的叫 对吧 不知道是不是也在520这一天 这样叫 那这个时候小鼠非常恐慌 这个叫他怕女人 所以这个科学家跑过去 赶紧拿个条吧 赶紧去追 结果呢 大家以为是他去打老鼠 是吧 他实际上是把这个女的 给打死了 因为他对这个小鼠 是非常的关爱 所以这个科学家 对这个鼠 已经关爱到 这个不已 这个 附加的这个程度 那么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边 也经常看到 我们的交涉 可能关爱小鼠 很更甚于关爱 这个我们的这个学生 或者关爱我们的员工 那么所以说这些小鼠 其实是大家通过了 很多不同的方式 来把它建立起来 各种各样的品系 这些品系呢 都有所谓的 它的一个家谱 我们在小鼠里边 称之为家系也好 我们称为line 就是当年这个是 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 大家把我们平常实验室里边 常见的一些 进交系的品系 对吧 这个 包括这个 这些品系 很多都是 这个castle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这个william castle 建起来的这些小鼠 对吧 那么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验 把它从哪里来 做了一个大的 这个家谱的这个调查 这这么一个调查 也可以发一篇 这个nature genetics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这个活在比较好的 这个科研领域里边 发一个nature系列的文章 可能也不一定太难 那么小鼠呢 也是我们除了人类精组以后 第二个 被所有的sequence都被测出来了 这样一个品系 因为它太重要了 我们做的几乎 所有的这个科学研究 这个重要一点的科学研究 可能这个都是跟小鼠有一点的关系 所以呢 在20 大家知道这个2001年的时候 人类精组被解码了 所谓的解码 就测了测 这个序列完成了 也不是全完成了 但大多数完成了 那么在不到这个六个月以后 这个小鼠的精组实际上就也被解码了 就它的精组序列被这个 全部测了一遍 这个隶类精组计划一完 然后完成了第二个这个普鲁动物的这个这个基因组 就是这个小鼠的基因组 这也是发在这个nature上面的一篇文章 那么 仅仅测序我刚才说其实是没有用的 更重要的是干嘛呢 更重要的我们是希望知道一个基因的这个功能 那么就要做这个 知道这个基因的功能呢 就要把这个基因放到这个小鼠里面去 让它依着表达的更多 或者是在这个小鼠里面把这个基因破坏掉 那我们看看少了这个基因以后 这个小耗子会得什么样的毛病 那么世界上呢 第一支的这个转基因小鼠 就是让这个基因异常的表达 或者过表达的这样一个小鼠呢 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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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mber和这个Brinster实验室最早做出来 实际上他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生长基础放到小鼠里面去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小鼠就变大了 对吧 它是同窝生产 这带了转基因 这不带转基因 就是第一次证明了这个 这个 这个生长基础是对这个 个体的生长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到了这个 80年代末的时候 第一次转基因小鼠大概是82年 所以到80年代末的时候呢 那好几个实验室啊 不同的科学家呢 这个 他们这个 发明了所谓的这个 基因剔除的这个技术 今天不讲这些技术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实就在ES细胞上面 进行这个 所谓基因剔除 然后利用这个ES细胞呢 这个胚胎干细胞呢 再重建这样一个小鼠 对吧 那么这个这个工作呢 因为太重要了 为什么呢 他第一次有了一个手段 通过破坏一个基因的方法去研究这个基因的功能 真正的载体去研究 所以呢这个工作呢 也是这个在2007年的时候呢 获得了这个 这个诺贝尔奖 这个胜利医学奖 就是我们三位科学 Olivo Smutsis 一般这个Martin Evans和这个Mario Kapach 他们三位这个科学家得了这个奖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用 这个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不再用这个三位科学家创造的技术 而是用更加这个时髦的 像这种经营编辑的什么 CRISBOKAS9的技术 这个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技术实际上第一次让我们能够通过 特意性的去破坏一个基因的方式 去了解这个基因 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或者小处里面这样一个功能 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一个技术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这个小处做这个研究呢 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 这个基因为什么产生 和这个为什么表达是一个特意性的表达 以及这个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特意性的调控方式 实际上都是在进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其实简单的去从sequence上去看 是看不出来它的真正的生理功能 只有把它破坏掉才知道 如果把我们的生命看成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小屋子 对吧 一个小房子 这小房子我们大家想 多少亿年 可能是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样的环境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生命 肯定是适合于那时候的环境 后来又是什么这个这个什么冰川来了 又是什么其他的这个一些自然灾害 环境在不断的变化 那么这个小屋子呢 要不断的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装修 装修到今天 到我们身体 到了我们人的时候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已经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这么装修了 所以你在这样一个房子里边 看到一个柱子 看到一个窗子 可能你还真不知道它的什么功能 唯一要想知道它的功能的方式呢 就是把它破坏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因剔除的方式呢 实际上是这个研究一个基因功能的 所谓的基因标准 那么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常常这个做小屋研究的人 实际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通过转基因的技术 基因编辑的技术呢 我们来制造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模型 那么通过这个对这个疾病模型的分析呢 我们可以特意性的研究 这样一个基因的功能 也可以发现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的机理 也当然可以用这个模型去进行药物的开发 那么既然是这个技术这么重要 所以当时呢 这个大家看到啊 在2002年的时候 小屋基因组被这个测序测完了以后 大家很快的时候就提出来说 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 这个ES细胞打靶的方式 就把所有的基因 编码基因 编码蛋白的基因呢 把它全部都破坏一遍 都建立一些小屋品系起来 当我们大家知道人和小屋差不多这个基因的数量是差不多的 都是差不多2万的 所以当时呢 这个这个呃 是他们美国的科学家认为 可能花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基因提出小数都做起来 这个所以这也是比较 当时是非常非常天真的一件事情哈 那是04年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 所以他们在06年的时候呢 其实你大家可以看到在全球 就启动了这样的很多很多的基因提出的计划 包括这个啊 美国的这个叫COMP 比较欧洲的对吧 就叫这个UCOMP 还有这个加拿大的 叫North American NORCOMP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其实也做了比较少的 对我们做了大概200个品系 主要是这个啊 这个北京的这个杨晓教授 上海的王主张 王主张教授和我 我们三个人做的这个 这个我们做了200个 那时候呢我们实际上 中国这个小组研究是非常非常的弱啊 所以做了200个 但是这200个小组这个基因提出 我估计啊 然后如果是猜的不错的话 我估计CIS paper 可能也发了200个200片以上 那么所以这样一个计划被大家提出来说 能不能形成一个在IKMC international mouse knockout的console下 就是要把所有的基因都拿靠来 这2006年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启动这样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实际上进行的非常非常的这个 呃痛苦啊 后来呢这个慢慢的从这个IKMC 这个国际小组 这个基因提出计划呢 大家又说做出来小组 我们还要去分析它的这个功能 就分析这个小组究竟得了什么毛病 所以后来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联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联盟里面人就比较多了 各个国家都有对吧 那么我们中国呢 最早的事实上呢 也是就是我们进去了 我们就参加了 我们实际上也是发起单位 后来苏州大学也进去了 所以这个这样子 中国现在有两个单位在这个联盟里面 那么这个联盟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在这个本来是想 希望在10年里面 把所有的基因都敲掉了 然后15年了 现在是把所有基因都敲掉 然后呢把所有的小组呢 这个基因提出 要都做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分析 那么就这么一件事情 那是呢 但是呢 这个工作呢 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 或者比这些科学家呢 想象的呢 要难得多 不是测序这样一工作 我们知道测序的计划是提前完成 而这个做小组的计划呢 是远远的落后于 这个当时定下来的计划 所以到现在为止 15年过去了 全球做了多少个 这么多单位 做了多少个品系呢 做了 6440个品系 这是在现在的网站上 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RNPC的网站 大家可以去看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网站 里面有很多 把比较人和小组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基因的功能 以及疾病的模型 有很多 那么这个事情呢 15年才做了6000多个品系 做的太慢了 而且这些品系里面 很多品系呢 还不是所谓的条件性 这个基因提出小组 所以呢 大概两年前呢 我们成立了我们这样一个 急吹药康的公司 那么我们启动了一个 所谓叫斑点鼠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我们还是比较雄心勃勃的 我们就希望呢 在四年里面 把所有的 两万个基因 全部去掉 就我们一家的力量来做 把所有的去掉 那么我们现在 现在已经做了多少呢 我们现在为止 已经做了6573个品系 已经有10896个品系 正在做的过程中 所以理论上来说 我们会非常快的 我们已经超过了 国际上这么多国家的 这个总和 我们会非常快的 完成所有基因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 这个编码基因的 这样一个基因 提出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样一些工作呢 可以对全球 这样的一个 这个小储的 这个供应 品系的供应呢 提供一个非常强有的 一个支撑 所以说也是 我们希望能够 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就成为全球最大的 这样的一个 小储品系的基地 这个肯定是 可能会超过 很快超过杰克森实验室 那么我们为什么 要做这个条件型的 这个基因提出小储 其实大家可能 如果做这行 应该也蛮清楚 就是说同一个基因 在不同的组织里面 其实它的功能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试验室做的 这么一个 这个磷酸 蛋白磷酸的 这个一个基因 叫PP2ACα 那把它 在不同的组织里面 比如说 在这个神经元里面 敲出 心肌细胞里面 敲出 这个内皮细胞里面 敲出 β细胞里面 敲出 对吧 这个淋巴细胞里面 敲出 或者是 甚至 Oocyte里面 对吧 这个 这个卵细胞里面 敲出 或肝脏细胞 它得到的表情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一些工作 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 就这么一个基因 敲出 也发了很多paper 但是实际上是说明了 就是因为它在一个基因 在不同的组织里面 功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为了研究 这样一些组织特异性的功能 我们必须要做成 所谓条件性 这个基因提出 也就是在不同的组织里面 把这个基因破坏掉 然后去研究 它对这个组织所产生的 特异的这样的影响 所以也是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 两万个基因提出小厨 在我们工作 就是全部是要将来 要做成这个所谓的 这个条件基因提出小厨 好了 那我们现在稍微转换一下 这个话题 转换一个赛道 小厨研究里面 在工业上 研究的最多 这个制药这个领域 或者这个新药开发领域 用的最多 在哪个区域里面 怎么知道这个制药这个领域呢 实际上是分成 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至少分成三个阶段吧 第一个阶段 我们称之为 比如说非常早期的 Discover阶段 就换到科学家们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去做很多很多的 这个比较基础的研究 基础的研究以后呢 可能会发现 这个一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基因 可以作为把镖 也可能发现 这个某一个 这个化合物 或者是有可能对这个 某个疾病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申请一个专利 那么在专利呢 申请完了以后呢 大概有10%的专利 后来呢 会这个进入到 真正的新药的 研发的过程里面 那么新药研发呢 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我们称之为 这个临床前之间 就在这个地方 临床前 Breaklinic 这个阶段 那么大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临床前阶段的 这个成功率啊 是非常高的 每做四个compounds 四个化合物 大概就有一个化合物 可以拿到临床披件 如果你们没有达到 这个比例的话 大家肯定是 水平比较的 有问题了 这个是一个 平均的成功率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以临床前的研究的 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反过来 你在临床上 把动物实验 什么都做完了 安全训练 好像那种 动物的安全训练 都做完了以后呢 真正进到临床 用到病人上的时候呢 它成功率呢 是非常的低 又只乘下了10% 所以大家可以看 如果10% 乘10% 就是1% 然后再乘上25% 那就是千分之 这个2.5 对吧 千分之2.5 所以说做一个新药 成功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成功率只有 平均有千分之 这个2.5 这样一个成功率 如果你再看一看 这个新药研发的 这个钱 对吧 和这个每年 这个大概是 可以挣多少钱 你就会发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挣 就是新药研发 其实是个 赔本的买卖 虽然大家都去做 是不是 但是它真实是 一个赔本的买卖 所以大家还是要 小心要做新药研发 那么为什么会 赔本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刚才讲 在动物试验的时候 它花的钱很少 其实花了大概 这个 这个10% 到20%的钱 可是它成功率很高 这个地方 花了这么多钱 80%以上的钱 它成功率很低 那你为什么 不在早期的时候 就把这个成功率降低了 然后这样的话 会不会把这个成功率 就提高呢 其实这样一些事情 是有可能的 那其实 为什么成功率这么高 会有的 这个 这个在动物上 成功率这么高 其实在动物上 其实很多的研究啊 不是特别靠谱 对吧 我们就举两个例子来说 这个这个技术研究 是不靠谱的地方 这个不是特别清楚 这篇文章 是在这个2013年发表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说 这个小储模型 非常差 这个是 这个是不清楚了 Poly Mimic 就是很差 不能模拟这个人的这个级别 当然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对我们这些做小储的人 这个打击是非常大 我们觉得完蛋了 这个世界上 这么差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我们怎么弄啊 对不对 所以呢 非常高兴的是 一年以后 对吧 另外两个科学家 这个发表了 另外一篇文章 在同一个杂质上 这个他们这文章呢 跟上一篇文章 用同用了同一个题目 只有一个字不一样 对吧 大家叫这个 从Poly 就非常非常差 变成Greatly 就非常非常好 这两篇文章用的是 同样的数据 他这个第二篇科学家 根本一个实验都没做 他是用了同样的这个 这个研究 这个数据 得出来完全相反的绝对 所以有的时候 还不是结果 还不是这个数据的问题 还看你怎么解释 所以这个学术 真名 还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这个呢 是这个 所谓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叫CC Liter 就是这个第一个 这个发现了 这个 这个我们创造出 这个所谓 近交剧小组的 这个科学家 也是这个 每个杰克森实验室的 创始人 这个创始人 CC Liter 他在1938年的时候 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 Biologic research offers Greatest hope of conquering cancer 他说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小楚的 他主要是做小楚 小楚的这个研究啊 实际上是 很厉害的 就是可以用的来怎么样 来这个 这个治疗这个肿瘤 这个项目 跟肿瘤做斗争 可是 他讲完这个话以后 已经过了80年 多年过去 90年过去 这样 这个到现在为止 肿瘤还是我们很大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 这个做一个研究 特别从技术研究 到真正的这个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家还是要 稍微保守一点为好 我们经常听到某一个科学家说 我们又取得了这个 多多多了不起的这样一个成就 然后又去得了这个国家这个奖 又去得了那个奖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多少 其实还是我觉得要小心一点 对吧 这个这个真的是比较有意思的 所以小鼠研究其实啊 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小鼠研究实际上有 我们开个玩笑叫问题多多 甚至实际上是 小鼠有很多很多麻烦的 这个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研究的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呢 我觉得可以把它 小鼠研究的主要问题 我把它列了三条 第一条呢 实际上我们这些小鼠品系 就是我们现在试验室用的小鼠 它自己本身就有问题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些品系 那么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品系呢 我等会也稍微说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 这些品系已经 它是人工选择出来的 对吧 第二个呢 这个它有很多的这个遗传多样性 是特别低的 它不够 遗传多样不够 这个是小鼠本身的一些问题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科学家 现在是确实有问题 我们科学家是头脑是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笨 不是科学家越来越聪明 是越来越笨 然后呢 我们因为研究的太深了 以后导致什么呢 我们对其他隔壁的实验室干了 我就不了解了 我们以前就讲说 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彼此要干什么 其实根本就不是怎么回事 现在就是说 做糖尿病的人 可能不懂这个做神经的 做神经的 不懂做免疫的 对吧 做免疫的 也不懂做生殖的 所以这个是导致了 我们很多问题 实际上不能够系统性的去分析 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 知道的那一点点东西 在做分析 这个我等会儿 也会举一些小的例子 那第三个原因 比较多的原因 就是说 其实不仅仅是小鼠本身 或者科学家 还有这些小鼠养的环境 对吧 有他的这个温度 他的这个湿度 他吃了什么东西 他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微生物 其实对这个小鼠研究结果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样的影响 不好意思 这边用了一个英文的 每次老是改成中文也不太容易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 我们的小鼠品系是怎么被选出来的呢 大家如果想象一下 这一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 就是CCLitter在养老鼠是养在哪里 它可不是养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或SP和F的环境 对吧 很干净 然后没问题 实际上是养在花园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的大棚 在大棚菜里面 蔬菜 养蔬菜在大棚里面 所以你想想看 那样的环境会有什么样一些问题 当然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那环境很脏 所以呢 如果我们那个小鼠在选择 我们不是选择它自己的一些遗传特征吧 我们这些小鼠如果是容易得病的话呢 可能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选出来的老鼠啊 很可能就是天然的 就对这些病毒啊 细菌啊 有一些抵抗性 所以我们叫Tolerance to Infectious Passages 对吧 第二个就是我们选出来的小鼠呢 实际上都是比较蠢的小鼠 因为太聪明的小鼠 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你老早就逃跑掉了 你根本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如果还凶巴巴的去咬你一口 说不定一摔它就摔死它了 或踩死它了 所以我们选出来的老鼠 第一比较笨 第二呢 它又身体很强壮 对不对 第三个问题也很有意思 就是它不容易得这个所谓代谢性的疾病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以想想看这些野老鼠 它实际上是这个饿好几天 才不小心偷了你一点面包 或者偷了一点馒头 穴子 对不对 所以它要吃一顿饿三天呢 可是我们现在的小鼠放在笼子里边 我们称之为叫eat liberal 就想吃多少吃就吃多少 随时随地都有食物放在笼子里边 所以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桌子上面 或者是你的所有的生活环境 你始终带着一个装满食物 让一个袋子里会怎么样 你会不断地吃 所以它不断地吃 居然还没有生病 还不得这个非常重的糖尿病 或者是这个肥胖啊 这个心血管疾病 那么这些老鼠实际上也是选择出来 就它的基因组的这个状态呢 实际上就适合于 吃这些乱七八八的东西还不得病 那么这个时候跟我们正常的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遗传多样性的问题 就刚才讲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处 实际上都是所谓叫像这个铜卵双胞胎一样 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美国在中国 你反正大家都用这个小处来做 好处是大家的试验结果可以来进行比较 坏处是什么呢 坏处就是说你做多少试验 都相当于在一个人身上做试验 因为它都一样啊 所以多一样就在一个人身上做试验 在一个人身上做的试验 可以推到其他人身上去吧 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推 但是很多事情是不能推的 所以呢 这个我画了这么一个图 就像像临床前研究 对吧 我们讲这个用小处做研究 大家比如说我糖尿病有一个模型 小处模型 然后我一个药 在这个用来这个这个 在小处身上做研究 做了半天 对吧 这个我用的就是这么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又是同样的这个遗传背景 换句话 它是一个inbridal strain 所以哪怕我用一万只小处做试验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人 在一个人的身上做试验 好了 我在一个人身上有效 然后我咚咚咚 就跑到临床上去了 临床上你一期二期三期 对吧 加加起来 你可能至少要几百几千 甚至几万人的人做试验 身上做试验 那做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是很正常 因为他们的这个遗传组成都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这个遗传多样性非常少 或者这个近胶器 它在制药上面 实际上就会有一些 它的这个问题所在 这是大家肯定要 要小心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临床的成功率这么高 而到临床前的成功率这么高 而到临床成功率低的 所以现在我们 我认为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 把临床前的这个遗传多样性增加 那可能就是让我们这个 临床前研究的这个成功率降低 因为这样不花钱嘛 这个因为只是拿小鼠做嘛 对不对 这样反过来的话呢 可能把我们临床的这个试验的 这个成功率提高 这个时候 整个来说 性药研究 就可能节约很多很多的钱 大家知道这个一个性药研究 要花几十亿的这个钱 对吧 也许这个通过这个动物的改进的话 可能我们就要省掉一万的钱 我举一个例子哈 那么想的第二个事情 就是对对病毒和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细菌的这个感染性的问题 比如说埃博拉病毒 如果拿着埃博拉病毒呢 去感染我们平常的 这个实验室经常用的 这些所谓静交期小数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这些小楚啊 它没问题 它好得很 它可以感染埃博拉病毒 但是呢 它不生病 这个是比较郁闷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拿这个病毒 去感染那种野老鼠 相对来说 我们就不解释是什么 什么样的老鼠 就是它的遗传多样 比较多的老鼠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有的老鼠就跟人完全一样 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 这个全身性 这个内脏出去 就死掉了 有的老鼠呢 连感染都不感染 其实这很正常 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 同样一个病毒来 放在一个人群里面 有的人就不感玩 对吧 包括我们现在 新冠病毒过来了 新冠病毒 有些人在身上就 没有症状 有的人是比较轻的症状 还有的人就重症 非常重 另外一些人就死掉了 所以实际上 你说这个人 是不是好的模型 其实不能这么说的 其实很多的疾病 它有一个发病率的问题 发病的症状 这个轻重的问题 当然我们如果 用静交系的话 就没办法观察到 这些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讲 这个治药的时候 是就可能成功率 比较低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讲科学家的问题 科学家比较有问题了 科学家现在 我们太专一了 其实我们平常 到医院看病 也是这样子 我们到医院看病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 所谓的全科医生 每个病的全科医生 是根据我们生这个症状 来去看不同的病 对吧 我这个气喘不过来了 我就到呼吸科去看一看 我这个手脚 这个关节比较痛的时候 我就跑到风湿科 去看一看 对吧 那么还有什么 其他的内科 外科 反正眼科 无关科 大家就可以看 很多不同的东西 上去分科去看 才能把它看得比较细致 你如果是得了个糖尿病 你神经病去看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骨科 恐怕就有点问题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根据你的症状 猜测你是什么 给你去看不同的科 可是动物有个最大的问题 它如果得了病 如果不是非常明显的 让你一眼都看出来的时候 它是不告诉你 它哪里疼 或者哪里不舒服 所以对动物来说 对小鼠来说 这是自己我画的 这样的一个 你没有办法 它不告诉你 它不说话 它不会说话 你可能会说 它说的话 你也听不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要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手段 去系统测量 看看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系统分析的问题 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自己实验室做的 当然是很早以前的上一个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呢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一个学生 做了一个基因剔除消除 那这个基因 不管它这个基因叫什么 做完以后呢 这个小号子 你看上去完全正常 什么毛病都没有 所以这学生就很惨 为什么呢 他做完那个东西 花了那时候做一个基因剔除 还花长长时间 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做出来 做完了以后 突然发现这个小鼠啥问题都没有 他怎么发问论文 对吧 他不能发问论文 他怎么毕业 所以我们一直讲 这个小鼠不死的话 那学生就死掉 对吧 如果这个小鼠死掉 学生就火了 因为学生就可以研究 为什么死 然后发一篇论文 然后可能就 就博士毕业了 所以看到这个小鼠没问题 左看右看都没问题的时候呢 正好呢 我们这个研究所边上 来了一位教授 专门做这个 循名教授专门是做生物钟的 所以呢 这学生呢 就拿了这个小号子 去看了一下他的生物钟 一看生物钟的时候 哎 高兴了 为什么呢 发现这个小鼠的生物钟 他比正常的小鼠 野生性的小鼠 要短 所以你看他这个斜力 这个是往这边更斜一点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把小鼠上放在全黑暗的方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还是该活动时候活动 该睡觉的时候 睡觉该活动 这个黑就是在活动 那么这个小鼠 这个时候学生就起劲了 赶紧好好做研究了 再去做一些其他的 这个跟生物钟相关的一些功能的测试 后来就发现 这个小鼠啊 不仅是这个短 他短了以后怎么样 他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他没有时差 大家可以看 把这个时间一导过来 这个光照 大概插个六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野生的小鼠呢 像正常的人一样 他要花大概一二三十五六天的时间 才能把时差导过来 可是我们这个突变的小鼠 他一天就导过来了 所以他就没有时差 然后又发现这个小鼠 睡眠也有问题 所以睡眠不好的人 实际上这个多出差 不要紧 就让他们出差吧 因为反正他们也没时差 这睡眠和时差 有个精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做的太 很多时候也太细了 现在我们的研究 也特别特别的细 我们的分析也特别的细 这个里面很多很多的 相关联的东西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让我们知识面变得更广一点 可能是我们这些科学家 需要这个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anyway 刚才讲小鼠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 我们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这么解决 可以的 我们就做系统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 我们就是把一个小鼠 进行剔除掉 刚才讲的这个联盟 这个国际小鼠表情分析 把小鼠做出来以后 我们做系统的分析 继续测它的代谢上 比如说这个糖尿病 肥胖的这样一些测量 也去测测它的肺功能 测测它的心血管功能 测测它胚胎好不好 它免疫好不好 神经系统正不正常 肌肉是不是正常 骨骼是不是正常 这个会不会得肿瘤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不需要它告诉我 我们就是系统的测 所以在小鼠身上做一个体检 跟人身上做一个体检 完全不一样 在小鼠身上做一个相对 比较粗的一个全方位的体检 的话呢 大概要花八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人身上做一个体检 大概花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所以就是因为说话不说话 还是差距很大 那么这样一个系统表情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契的流程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五个星期六个星期七个星期 然后最后把它杀掉第八个星期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测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这些测量之间还会互相影响 为什么 觉得太小了 你抽一个血以后 可能它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全都不正常 我们人比较大 你抽一关血影响也不大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不一样 所以在小鼠里面做一个 做一个所谓的这个体检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跟大家稍微也说一下 那么做完这些体检以后 这是我们这些研究所 这个国际上一起来合作了 最主要研究我们在这 对吧 那做完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数据全部提交过去 我们再用他们做这个 这个数据的这样一个质量控制 然后最后给大家发布出来 那么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他的这个 这个home page 大家给去看一看 这个里面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在这home page 你把人类的这个疾病放进去 它会给你小鼠的这个模型 对吧 你把这个一个基因放进去 它会告诉你这个 这个把它这个基因破坏掉以后 会得什么病 所以这对我们的这个工作 研究还是很有作用 那么我们也发了很多文章了 我就举两个好玩的这个文章 跟大家随便说一说 比如说这是一篇文章 就提出来 就是在小鼠上面 把同样一个基因破坏掉的话 这个这个公的鼠和刺的鼠呢 它的表情可能不一样 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 叫sexual diamorphism 在人生上其实也一样 就是不同的人 在同一个疾病 这个男女 这个同一个疾病 它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 大家也知道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在这个 这个是实际上 就是从这样一个研究 可以来解决 解释很多我们在性别上 对这个疾病的 这个敏感性的这个差异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就是 也做了很多所谓的 这个叫syndrome 就是一个 我们一般讲一个疾病的时候呢 不是简单的就一个毛病 对吧 我们常常一个疾病 是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简单一个感冒 可能它不仅是流鼻涕 发烧 对吧 这个什么骨头疼 好多好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 是一个系列的 这个东西的一个整合 糖尿病啊 其他东西很多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些 把小鼠的不同的 这个组织器官的 这个毛病整合起来 和人的不同的 这个组织器官毛病 来进行对照呢 就是我们 如果对照得很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称之为 这一个小鼠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人的疾病的一个模型 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 我们称之为 它在功能上的这样一些 一些异常 比较相似 在这个时候 就人处于一致啊 就是它是一个 特别好的这个 这个可以用来研究 这个疾病发病的 这个原因 基地也可以来进行药物 这个筛选 对吧 这也是一篇文章 那么当然除了刚才讲 科学家的问题 这个小鼠本身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些问题 就其他的一些问题 刚才吃什么东西 对吧 还有我这边呢 就举个小小的例子 就是藏刀微生物 比如说 它的这个肠子里边的 这个微生物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对吧 它可能会对它整个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症状 它的这个这个性状 我们可以讲啊 它的这个状态 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大家可能 其实非常简单了 所以如果你拉肚子的话 你肯定你肠道里边的 微生物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 这时候你的这个 精神状态也好 免疫系统也好 记忆力也好 很多东西 都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些微生物 怎么样子来对这个个体 起作用 其实是现在研究 非常火的一个一个领域 那么现在很多人 在做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把病人的 特别是不同疾病的病人 他的这个肠道微生物呢 拿出来 然后呢 选择性的培养 培养完了以后呢 放在小鼠里边去 看看小鼠也不会不会得 这样一个病 这个时候 现在大家有一些证据 发现是确实可以得 比如说 如果把一个 特别胖的胖子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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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肠道微生物拿出来 然后呢 把它移到这个 一个瘦的小鼠里边 然后发现 哎 这小鼠也长胖 就说明 这个小鼠 对这个 脂肪细胞的这个 这个长大 可能是有影响 所以 现在我们这个 也在想做这么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 说微生物菌群的 这个人员化 就是把不同的疾病的病人 把它归类 然后积极到小鼠上去 然后再 这个系统性的去分析 这些微生物 它可能对 这个我们整个 系统的这个影响 对吧 当然 刚才讲的是一个 坏的影响 如果我把一个 特别健康的 这个这个人 他的微生物拿出来 然后让生病的人 比如说 他可能肠子里边 微生物是不好的 我改变他肠道里的 微生物会不会变好 这个现在也是 开玩笑 这个美国人叫 叫Pull Serity 对吧 那么中国人就叫 叫吃死治疗方法 对吧 吃大便治疗的 这个方法 现在还是蛮火的 一个事情 好 那我现在最后呢 稍微改一个话题 就讲一讲 这个人员化的问题 其实除了刚才讲 只是旧小鼠 来研究小鼠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 可以把小鼠 只是简单的 作为一个工具呢 来进行这个 这个医药的开发 这个新药的开发 这个也是 那就是怎么做呢 很大程度上呢 实际上是我们 把小鼠的一些基因 或者是一些器官 或者是一些系统 把它变成人的 那么我今天只讲这个 把它的基因 一部分变成人的东西 就举一个小的例子 我们现在经常 比较火的临床上呢 这个有一种 这个治疗 肿瘤就用这个 双特异性抗体 就是这个抗体呢 可以把这个免疫细胞 和肿瘤细胞 拉在一起 拉在一起以后 同时呢 这个抗体呢 可以让这个免疫细胞活化 对吧 这边我只画了一个 所谓的T细胞 那么这个T细胞呢 就又拉在一块了 又活化了 所以它干了一件事情 就把肿瘤细胞给干掉 所以现在这个 这些药物 已经开始慢慢的 走上流伤了 对吧 那么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基因是什么呢 这个抗体当然是 抗这个特异的基因 这些基因都是人的 这些基因 不是吗 所以你如果拿小楚 做研究的话 是没有办法做研究的 所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在想 我们能不能把小楚的 T细胞上面呢 带有人的这个 可以活化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 就换句话 这个人的这个抗体 然后结合到这个小楚 这个人员化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上面去 也可以把小楚的 T细胞活化 然后呢 在这个 肿瘤细胞上面呢 也是 把它的这个相应的 原来是人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标志物 肿瘤细胞的标志物呢 这个把它放到小楚的 肿瘤细胞上面去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 看看这样的一个细胞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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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这个小楚上去 加了这个 双特异性抗体 能不能把这个 肿瘤细胞给它杀掉 所以这样呢 我就用这个小楚 这个小楚和这样一个 肿瘤细胞就可以来研究 这个抗体的有效性 在小楚上直接再提的去研究了 所以呢 我们就制造了这样一个 所谓叫CD3E的 这个人员化的小楚 那么CD3E是什么呢 CD3E实际上呢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T细胞 这个受体的 这样一个 复合物里面的 一个分子 这个在这个地方 CD3 对吧 CD3 这边是一个 CD3E的分子 所以 一旦 大家发现在 做双特异抗体 经常呢 就是通过它 这个CD3E 这个跟抗体的结合呢 去激活 这个 这个T细胞 而且呢 同时呢 这个 再用另外一端 就把这个 肿瘤细胞 拉过来 所以我们实际上呢 这个 就是 就做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拿这样一个 人员化的小楚 刚才讲了 再用一个人员化的 这个肿瘤 这个小楚的 肿瘤细胞器 把它放在一块 然后再打这个 抗体 就可以看到有没有 能不能把这个 肿瘤削掉 对吧 跟原来的方法 这是最旧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 稳定性质比较差 也贵 也非常非常的贵 这我就不再细说了 那我们就建了 这样一个小楚 这就是一个 转基因小楚 就是让这个 它这个 这个人的 这个CD3E 在这个 小楚的 T细胞上去表达 那么我发现呢 第一 它确实是表达了 它的表达是 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 第二个呢 我就 就很快的 它确实可以活化 这个 这个 这个用这个抗体 确实可以活化 这个 这个T细胞 对吧 T细胞这个 激活 可以激活 而且呢 第三呢 就很快过去 不讲这么多 太细节的东西 所以确确实实 就是如果有一个好的 特异性 对吧 刚才讲双特异性 肿瘤特异性的这个上面 它表面的这些细胞 所以双特异性的就是 一端是 13 就T细胞上面 一端是 肿瘤细胞上面 我们前来很多 康体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做 是吧 除了刚才讲这个 还有一些免疫检查点呢 大家也比较火 肿瘤上面 有很多很多免疫检查点 对吧 这些 这些检查点呢 就是导致我们这个免疫细胞 去不认这个肿瘤了 对吧 就是让这个肿瘤活得很好 跟它手拉手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一系列的这个抗体 可以把这个 所谓这个 这种 这种关系把它打破 让这个T细胞 或者免疫细胞 不一定是T细胞 包括其他的一些 这个免疫细胞 会 会把这个 这个肿瘤细胞给撒掉 那么 一样 跟非常相像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些 这个所谓免疫检查点 在细胞表面 都是人的 你的抗体也是抗人的 所以呢 为了做这样的一些研究 那必须也在小鼠上 把这个检查点的通通都人员化 那么有很多很多办法来做人 然后这个很小的例子 比如说 把他这个 这个小鼠上面 这么一个PD问的 比较时髦的 他的包外区 把它换成人的 包内区呢 还保持他是一个 比如说是小鼠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人的抗体 就可以识别他 对吧 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 我最后呢 再说一点点 这个大家可以到时候 这个 因为这个 最近比较火了 我们也去把这个几十篇论文都把它找出来 就是说 哎 这个冠状病毒 我是不是 也可以 这个把这个 冠状病毒的这个 我这个我写错了 冠状病毒的这个 S蛋白的这个 受体蛋白 所以不是冠状病毒 我把这个 今天自己的脑子坏掉 大家知道这个S蛋白 这个是这个 这个Spark Protein 它呢 是这个进入 这个人的细胞的 这样一个 一个蛋白 它是通过 这个一些 这个人细胞表面的分子 这个这个进去 其中一个比较 时髦的一个分子 就是 叫ACE2 这个这个分子 那么这个 我如果把这个 小鼠的ACE2 换成人的 就是让在小鼠的细胞上面 或者组织里面 表达人的这个ACE2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人的冠状病 这个蛋白呢 就可以进入到 小鼠的细胞里面去 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小鼠上 对我们这个疫苗 这个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 开发跟药物的开发 做很多的研究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啊 就是到目前为止 发表论文的 这个 这个都写错 应该是这个 冠状病的 S蛋白受体 ACE2基因的人员化 就抱歉 这个实际上就都是 一共有三个 一个是我们国家医科院 对吧 这个这个做的小鼠 它那是一个 人的ACE2的转基因小鼠 就把人的ACE2放进去 它用的启动子呢 是用了一个小鼠的 ACE2的这个启动子 但是呢 它的小鼠非常奇葩 它用了一个 这个CD1的小鼠 那么这个CD1小鼠呢 跟跟所有我们前面讲的小鼠不一样 它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啊 就是不是一个这个近教系的小鼠 它是有点这个背景乱七八糟的 这个可以可以也可以暂时这么讲的背景比较复杂 所以这个小鼠它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这个我们中国的ACE小这个 最近那个Nature Paper好像也用这个文章做 当然这个还有一些争议啊 我们就不谈这些争议的问题 但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用CD1的小鼠来做的 然后它在这个不断传代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既不是CD1 又不是这个近教 所以可能会非常非常的乱 所以当然我用我们有非常多的细的这个数据吧 就这个用这个小鼠来做研究的话 它理论上说 它的variation会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它的这个这个这个意志性会很差 第二个会很差的 就是也是我们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跟国际上也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这个北卡的这个这个北卡大学 这个UNC Chapel Hill 这个这个分校教堂山分校的这个教授做的这个小鼠 它也是一个转经营小鼠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它用了一个肺上皮特异性的启通子 这个这个叫H4的这个启通子 它呢也用了一个杂背景 它是一个两个不同的近交期小鼠 交配出来的F1代的小鼠做的一个杂背景的小鼠 所以这个小鼠有两个问题比较麻烦 第一个问题比较麻烦呢 它是个肺上皮特异性的这个小鼠 它对可能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这ACE2不只是在肺上皮细胞上表达 所以这个启通子呢不能够真实的反应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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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CE2的表达 所以它跟我们人体上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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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这个心这个心冠状病毒进入可能可能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跟这个CD1一样 它最后在进行交配的时候 它的遗传背景是乱七八糟 所以这个品系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第一它这个这个做出来的数据 我基本上可以保证它肯定是差异非常非常的大 到目前为止呢 还有一个品系呢 是这个IWA University Universal IWA的这个他们这个做的一个小鼠 它呢是用了一个转基因的小鼠品系 用了一个上皮细胞特异性的启动子 K18 那么它呢是比较 它实际上一开始也是杂背景 但是呢它通过不断的这个这个回胶的方式 它现在是号称它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这个近胶系的品系上 一个纯的品系上去了 那么这个小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小鼠它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启动子太强了 这个启动子太强以后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这个转基人的ACE2小鼠 它的这个表达 实际上跟真实的情况可能也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小鼠死得很快 就它可能会发病 在小鼠上发病更重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而且也是一样 它是只是在上皮细胞的表达 那么如果说 这个ACE2在其他的细胞上表达 也可以借到这个冠状病毒的进入的话 通过这个小鼠也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相对来说 每一个现在做的这个激酸背景的小鼠 实际上都有它的缺点 这可能也有它的优点了 肯定是 但是呢 这个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基础研究 比如说看最近这个冠状病毒 是怎么样发生这个毒瘤啊 这个药效的这个东西 还是在这个做这个疫苗或者是新药的时候 看到那个药能不能够这个阻止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进入 可能都要小心 因为这些小鼠 恐怕都还不是最佳的小鼠模型 好 那我今天呢 就讲这么多 那么我最后做一个小广告 这是我们公司的哈 我们公司呢 实际上就是专门做小鼠 还是小鼠你能想到的事情 只要你们想到小鼠的事情 找我们做就完了 那我刚才讲的像这个 我们现在呢 这个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小鼠品系 我们做了大概是 六七个不同的小鼠品系 我们考虑到了方方面面 这样的一些原因 这刚才我讲的这些问题 我们这样都考虑到了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的小鼠模型 应该是 这个目前可能市场上会是最好的一些小鼠模型 当然大家要试着再看才知道啊 光靠我这老王卖瓜 可能也不行 老高卖瓜也不行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哈 看见还有什么问题 嗯 高老师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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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问题我看到了 有个这个这个 关于这个动物模型上的试验结果 对临床有没有这个参考价值 有多少的这个参考价值 我就这么讲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肯定有参考价值 如果你的这个药物啊 是呃是 是他的这个呃 真的是很好的话 那肯定是在小鼠上面这个肯定也是很好 对吧 他还是 如果是25%这个换句话的75%不删掉 不去掉的话 对吧 这个这个不去掉的话 你可能临床试验的这个成功率更低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肯定是有效果的 但是呢 由于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小鼠模型的很多问题 其实猴子一样的这个不要听很多人鬼说说猴子比小鼠好 这是胡扯蛋的事情 因为他们猴子狗都有这样的问题 刚才讲的这些问题都有 所以说可能就是说这个呃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就可能现在我们需要呃 我们现在再做一些工作 我今天没讲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临床就是临床前这个小鼠模型的遗传多样性啊 把它增加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在临床上面的这个参考价值会更高一点啊 谢谢 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关于这个人的这个呃这个基因组的复杂性和近交系小鼠的损毕景之间差有其实讲了讲了蛮多的了已经就是肯定是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这个是极大的一个问题甚至是比如举个例子啊就讲这个呃老年时代的问题 我们现在小鼠都很笨 他智商已经都到了六十了 然后你弄了半天对吧 把这个智商再降到五十 然后再用个药物把智商降到这个身高到五十五 你说这个药物还有效在临床上面做这个成功的可能性肯定很少 所以很可能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通过这个增加这个在他的基因组的复杂性 可能让我们这个一些更重要的一些疾病 是吧就包括这个智商让这个小鼠智商提高一些 是不是会更好 小鼠智商提高了 然后我们可能会包括这个以前的这个可能这个在我们筛选出来的这个新的通路 可能是真的是治疗这个老年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把点 多个基因涉及到同一个疾病的情况是多个基因同时敲出会不会效果更好 当然可能会更好 对吧 这是根据你的目的来说 一个就是说你如果都敲了很多这个基因的话 同时敲 你如果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科学假说 你当然可以把它解释出来 但是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的时候 你全部同时敲的时候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这个在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 可能也有很大的困难 同时敲现在没有问题了 现在是因为我们现在技术的这个这个发展 过去这个同时敲太难了 因为这个做一个小鼠就做个两年三年的 你如果说要是把一个几个基因同时敲掉 你可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而且能拿到这个这个多个基因同时敲掉的小鼠 这个比例也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现在没有问题 现在是已经没有问题 这个基因小鼠小鼠目标2万种是单基因的 所以2万种的这个条件性小鼠 我们称之为flux小鼠的这样的一个品系 再加上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到300个不同的cray小鼠的品系 如果我们把它乘起来的话 就是我们将来可以得到的小鼠品系的数量 所以我们理想上可以得到200万种不同的小鼠品系 如果再加上不同的多个基因同时敲的话 你们随便算去哈 这个比例可能无限大 有位李潮同学还是老师不知道李昭哈李潮 就是这个小鼠表情分析会上哪些方向发展 我自己觉得呢 这个小鼠表情分析的这个 就是方法是太多了 肯定是越来越多 我举两个小的例子 以前在做小鼠 比如说呼吸实验就很难做 对吧 现在都可以做了 以前做这个血压 这个测量 老测不准 现在也可以测得比较准 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会有很多很多新的仪器发展出来 因为小鼠太小了嘛 他所以做很多一些特殊的东西可能比较难 那么所以未来呢 第一个就是把一些可能以前不能做的东西 现在都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么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说可能是把一些特别重要的 这个我们称之为是参与到各个过程的这样一些表情 他的这个分析呢会做得更加细 那我们一般称为有哪个几个领域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所有的表情 一个就是代谢性这个功能 比如说他的血糖 呼吸 对吧 比如说他的这个免疫功能 那他实际上是影响所有东西 你说你免疫系统不好 你马上代谢也出问题 你心血管也出问题 你的这个神经系统也出问题 所以这几个过程 就免疫系统 代谢系统和神经系统 我觉得他的这个表情分析会有更多的方法出来 也会有更加准确的方法出来 那小鼠再加上这个 比如说这个 你比如说不同的这个 这个学习记忆的这个功能 也是这个测量要非常准确的话 也比较难的 到底是学习的功能 还是记忆的功能 是短期记忆的功能 还是长期记忆的功能 还是情景记忆的功能 还是其他的 比如说记忆的功能 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能会被发展起来 生物药临床前研究 动物实验会比化学药更多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特别一样 就是生物药的话 因为刚才讲的很多是有这个所谓特异性的方法 这个特异性的这个方法 所以相对来说 用的动物的这个种类可能会少一点 这是这个化学药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 把点不是特别明确吗 可能这个用的动物的这个种类 我讲成品种吧 可能会更多一点 然后都要用的动物 这是没有问题 CQO小组是 可以用CRISB做 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做 对 这个如果是如何选这个 这个特异性这个 这个CRE 这个其实是一个 大家都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CRE是非常非常麻烦 这个这个你想要 你以为它是血管的 可能后来发现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对 还有这个市面上猴子笔和犬头中心 好的 还是需要 这个猴子和犬啊 这个大动物 它们有它们的一些这个优势 它们有很多优势 小组有小组的优势 因为小组最大一个优势就便宜 我这个在说 第二个也是这个 它各种模型比较多 猴子你就这种模型 全就模型可能更少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 大动物可能在做一些这个测试的时候 会非常方便 特别是反复测试的时候 对吧 一个猴子 我可以测它个这个一个月 每每个一个星期去测一次 你一小组这么做 可能就有问题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这个这个参与 非常非常感谢 所以我讲的不对的地方 你们这个多多包涵 好 再见 再见 晚安 谢谢 谢谢